糖尿病男人平均寿命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何晶 陕西省中医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 糖尿病人的寿命 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 他的寿命的长短 其实不是取决于他是否有糖尿病 而是取决于病人自我的管理是否合理 很多糖尿病人 我的有一些糖尿病人 七八十岁的老年人 取糖自我管理非常好 所以他的预期寿命是很长的 但是也有一些临床上碰到的病人 可能也四十多岁五十多岁的病人 但是由于他前期糖尿病人自我管理很差 取糖没有得到良好的控制 相应的药物没有规律的使用 那么很早地出现了很多的糖尿病的并发症 比如说糖尿病的肾病啊 甚至会引起血压的升高 心血管的问题 脑血管的问题 这些都是危及生命的危险因素 所以糖尿病人的寿命长短 没有统一的标准 只有自我管理的良好 规律的应用合理的药物 控制血糖血压在一个合理稳定的范围内 糖尿病的生活质量以及预期寿命 都是非常理想和可观的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